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同道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到玉树临风 陪你读圣经中文频道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的21章和22章 在读经之前还是邀请你一同来读圣经 对这个节目呢 点赞订阅分享 评论 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好 我们现在呢 来读今天的经文 第21章 新天新地 第一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有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 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 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所以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因为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做宝座的说 看哪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米嘎 我是初 我是中 我要将生命全的水 白白赐给那些口咳的人喝 得胜的 必承受这些伟业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证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败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的 他们的粪 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新耶路撒冷 第九节 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末后七灾的 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 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 就是高阳的 七指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有神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 耶路撒冷 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高阳十二使徒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 拿着金尾子当尺 要量那城和城门 城墙 城是四方的 长宽一样 天使用尾子量那城 共有四千里 长宽高都是一样 又量了那城墙 按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共有一百四十四兆 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金金的 如同明亮镜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 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是碧玉 第二根基是蓝宝石 第三根基是绿玛瑙 第四是绿宝石 第五是红玛瑙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黄碧玺 第八是水仓玉 第九是红碧玺 第十是肥萃 第十一是紫玛瑙 第十二是紫金 十二个门 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 城内的街道是金金 好像明透的玻璃 我未见城内有电 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 未成的电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未成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纳城 城门白昼总不关闭 在那里没有黑夜 人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纳城 凡不解禁的 并那行可证 虚妄之事的 总不得进纳城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启示录二十二章 第一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 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高阳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与那边 有生命树 结十二回果子 每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 奈为医治万民 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有神和高阳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看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 必写在他们的恶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第六节 天使又对我说 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 主就是众先知 被赶至灵的神 差遣他的使者 将那必要快成的事 指示他仆人 看那 我必快来 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 有福了 这些事是我约翰 所听见 所看见的 我既听见 看见了 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 服服要拜他 他对我说 千万不可 我与你和你的弟兄 众先知 并那些遵守 这书上预言的人 同是做仆人的 你要敬拜神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 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日期尽了 不义的 仍旧 叫他不义 无会的 叫他仍旧无会 唯义的 叫他仍旧唯义 圣洁的 叫他仍旧圣洁 看哪 我必快来 赏罚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 报应他们 我是阿拉法 我是阿梅嘎 我是首先的 我是末后的 我是初 我是中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可得全病 到生命树那里 也能从门进城 城外 有那些犬类 行邪术的 阴乱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并一切喜好 说谎言 编造虚谎的 我 耶稣 拆遣我的使者 为众教会 将这些事 向你们证明 我是大卫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我是明亮的陈星 圣灵和心腹都说 来 听见的人 也应该说 来 口渴的人 也当来 愿意的 都可以 白白的 取生命的水 喝 十八节 我向一切 听见这书上 预言的做见证 若有人 在这预言上 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身上 这书上的预言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必从这书上 所写的生命树和圣成 删去他的份 证明这事的 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 愿你来 愿 主耶稣的恩惠 常与 众圣徒同在 阿们 感谢神 今天呢 我们完成了 启示录的赌经哈 今天 是 我们一气呵成啊 赌了这个 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 二十一章 是说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因为 所有现在的 我们目前的这个天地 都要被废去 海都要被 废去 所以呢 神会 从天而降下 一个新的 耶路撒冷 一个新天地 哈 然后呢 这个新天地呢 也是 呃 就是指新 圣城 新耶路撒冷 那 这里呢 这就是 神的国 神的国 圣徒同在的地方 啊 并且呢 这个城呢 是不需要日光 不需要月光 不需要灯光 因为神就是我们的光 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的灯 啊 所以呢 我们是与神同在的 是我们 那这样一种美好呢 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特别是说 这城里又是珍珠啊 玛瑙啊 什么 光辉啊 水晶啊 等等等等的形容一下 其实我们看到了之后 我们觉得是非常的 这个奇妙 我们好的 没有办法想象的 所有的东西的整柜 都没有办法比得上 我们与神同在的 那样一种尊贵和荣耀 哈 那 这是这个第21节啊 特别这里有讲到 来有 十二支派呀 十二使徒啊 等等等等啊 这都是他们当得的份啊 然后 特别在第22章的前一到五节呢 这也是新天新地的一部分啊 说有生命水的河 就是生命河啊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湾区有一个教会 叫生命河灵粮堂啊 他们呢 是比较偏这个灵恩的 对灵恩比较开放的教会 所以他们就这个生命水的河呢 非常的珍惜啊 他们自己的名字叫生命河啊 然后他们在他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广场那里呢 也真的弄了一条小溪啊 小河流啊 来象征是这个生命河 一直有水不断的流出啊 这个生命水的河呢 两边呢 还有生命树 说呢 每个月都会结果子 这个结果子呢 是从来不断的啊 这个以前呢 我们在中国啊 这个生活呢 在北方的时候呢 所有的果树呢 一年一季啊 什么 他们到了美国 或者在中国的南方呢 有些果子呢 它是从来不断的 那就让我们看到呢 是会有这个 这个这个是 好像 我们看到哈 在这个 未来的圣城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 这个生命水 河旁边的这个生命树 是结果累累 永远不断 每个月都要结一次果子的 那意思就是说 从来不断的果子在树上啊 然后这个叶子呢 也是要医治万民 这个叶子宝贵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能够医治万民 这是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这个生命树啊 生命水啊 其实呢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从神和高阳的宝座流出来的 就是高阳的宝座和神的宝座流出来的 就是有神的生命 所以所有和神相关的 都是尊贵的 是荣耀的 是与生命有关的 是非常的奇妙和宝贵 当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 我自己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感受 就是当我们来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 就感觉我们的生命被激励 我们的生命被滋养 读这个神的话语 我们的生命就得释放 这些就让我们感到真的是 是被神的恩典 那从第六节开始呢 就是基督的再临 天使又对约翰说话说 这话是真实的 你要记得 就是主呢 就是我们中先之背感之灵的神 然后等等等等这些话 然后有一个天使对于这个 约翰呢 停了这些之后呢 又要拜天使啊 要服服跪拜啊 然后天使就又对他说 千万不可 你 天使说他和我们一样 都是这个做仆人的 我们呢 我们要敬拜神 就特别的强调 其实在之前呢 这个经文当中 已经提到了天使 约翰要拜这个天使的时候 天使拦阻他说 要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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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呢 我也讲了这么多遍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唯一要敬拜的 只有上帝 只有神 只有耶稣 只有天父 只有圣灵 是我们可以敬拜的 所有其他的那些呢 我们都不能去敬拜他 我们的父母 我们可以去尊重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母 他养育了我们 他代表神来滋养我们 那当我们成家了之后 立业了之后 我们自己工作啊 什么 也在生养自己的孩子 的时候 也都是神赋予我们的一个使命 那我们说 也同样要 照着圣经说说的 要孝敬父母 我们的父母 养大我们都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特别是那些 在农村艰苦的生活 靠着父母 一点点的 一点一点的奴隶 然后把孩子送出来读书 的这种穷苦家庭 出来的孩子 更是不能忘记 自己的父母 当然呢 富裕的家庭 也是一样 只是说 我本身呢 是这样的出身 然后我有我的感动 我对我的父母 有我的一种方式 每一个父母都不容易 养大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只有一个女儿 我养她的这个过程呢 也都觉得非常的辛劳了 也有的时候呢 这个孩子去别人家玩 一会找他不到呢 就心里急得要死 想象我们自己 在小的时候 有时候身体比较弱啊 坏人说是 从小这个多灾多病的 更是让父母 这个操碎了心 那我们的神爱我们呢 是超越了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神爱我们是在 我们无论是如何 在中国的境地当中 都会爱我们 他给我们的只有祝福 没有咒诅 那我们的父母呢 有时候呢 也会生气 甚至会咒诅我们 说一些恶毒的话 都会有 当然不是每一个父母都这样 但是我知道 有的父母会这样 所以呢 我们知道神呢 让我们说经历的一切 都是为了带领我们 回到神的怀抱当中 所以 我有时候呢 想一想呢 我就觉得自己 很多的时候是亏欠神 对不起神 我们生活当中 一点点的艰难 我们就觉得 神啊 我怎么这么苦 我们生活当中 一点点的苦难 或者有时候 经济上会有一些困难 或者生活当中 会有一些 觉得比较难过去的地方 我们都会 向神抱怨 说我为什么 我这么苦啊 我为什么跟别人比较 我总是好像不如别人 主啊 你怜悯我们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上帝是不会亏待信靠他的人 是的 正如圣经说的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 有福了 我们有权并到生命树那里 从门进去 可是呢 那些在城外的 权类行邪术的 说谎的 杀人的 拜偶像的 这些人呢 却欲心耶路撒冷无分 因为他们将被 他们的去处在哪里呢 就是在硫磺的火湖里 哈利路亚 我们的耶稣 是大卫的根 又是他的后裔 是明亮的诚心 所有的 这个圣灵和心腹都说来 说听见的人也都应该说来 那我们自己呢 其实我们就是 基督的心腹 一样 我们就是教会的一分子 我们呢 要与主义同 共得荣耀 我们因着耶稣 的荣光照耀我们 我们会 毫无胆怯 在神和羔羊的面前 最后 我想还是要感谢神 所有的一切 我们都是要感谢神 最后 这个圣经呢 约翰有一个警告 说 他要为这个书上的预言 做见证 那些 在书上 加添什么东西的 把自己的东西 加到这个书上的人 这个书上的灾难 将加在他们的身上 在这个书上 加了什么预言的人 说删去什么的 神呢 也要从生命术 和圣诚策 当中呢 除去他们的份 这就是给我们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警戒 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 一定要本着圣经去解释圣经 你的会众 你说牧羊的群羊 说这是你的想法 让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 得圣灵的保守 是我们出口 做出口的弟兄 做牧者的 你作为 要牧羊群羊的 要教导人的 一定要谨慎 谨慎 再谨慎 因为神 对那些曲解的话语的人 就是假先知 他不会放过你们 因为你 当你曲解了圣经 你还 说 让人家遵行的时候 你就是在泄夺神 就是在泄夺神 这样的人呢 我觉得 不少见 不少见 无论你是 多么有名的牧师 多么高深学问的教授 你在解释圣经的时候 都要有一个敬畏的心 特别是要 由圣灵与你的同在 来讲解 圣灵的同在 包括圣灵 在你 预备你 成为这个教导着的过程当中 的知识的装备 的生命的操练 所有的这一些 都是圣灵的工作 当你在教导人的时候 你在那一个时刻 你是不是活着一个敬畏的心 去教导你的门徒 去教导你的会众 去教导 这些 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是一个敬虔的心 还是一个自满的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一个人 一一个认为 我自己懂得很多的时候 我的教导都是正确的 都是从神来的 那时候就要警醒 其实我们愿意 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会被利用 荣耀我们自己 当我们看到有一些牧者 奔着荣耀自己的名 去教导的时候 是会有一些人 去跟随他 但是神最终会说 我不认识你 当然在这里 我们还是 最重要的目的是说 所有听到这书上预言 看到这书上预言 赌到这书上预言的人 我们都要有一个警醒的心 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说 我领受了什么什么 这就是真的 我们堵圣经 有一个敬虔的心 愿圣灵来带领我们 保守我们 直到我们建筑面的那一刻 阿们 现在我们有一个祷告 亲爱的周恩主 我要感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一同读完了 启示录 这二十二章的经文 在读这个启示录 二十二章经文的过程当中 你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你的圣灵就感召我们 让我们如同看到那天上灵界的征战 也让我们如同看见 你要从天上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 那生命和的水 从神和高阳的宝座流出来 为要子养万民 为养万民 医治万民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啊 孩子在这个时候 也特别的为着自己 来向你求医治 在孩子的头脑当中 左边和后边 有中度到重度的血管变窄 主啊 孩子已经因为这个 去过emergency 在孩子的右边 后部 又有这个 零点二到零点三公分的 血管流 也因为这个去过emergency 主啊 孩子的身体 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 使用我 医治我 拿取我身上的病痛 让我 能够 在你面前 得医治 主啊 我要赞美你 我要为我的身体 来赞美你 我要为着 我所得的疾病 来赞美你 因为 你是配受赞美的 无论我是健康 是病痛 是将来 如何 我都要赞美 我要信靠你 你 必医治我 我要将手 按在这里 愿你的圣灵 的大能 与我同在 医治 我脑部 血管的疾病 无论是 血管的变窄 还是血管流 你都与我同在 你来医治 孩子 凭着信心 祷告 仰望 乃是奉 我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阿们 哈利路亚 阿们 阿们 感谢观看